好 这段时间提醒您一定要遵守防疫规定 尤其是到哪里最好就是戴着口罩了吧 不过就被发现还是有民众进卖场 不遵守石莲制也不戴口罩 台中就有一个妇人 她进卖场不戴不良体温 不喷酒精也不扫QR扣 还不签名 就直接说要买东西 结果店员当时的第一反应当然是上前劝导 没想到被这个妇人摔东西攻击 另外是云林还有一个男子 是没戴口罩走进超商要买东西 结果也不听劝 结果旁边有一个女顾客 马上上前请男子出去 妇人在卖场发飙 不听店员劝阻 还破口大骂 朝店员摔东西 其他店员上来帮忙 先把妇人请到店门口 原来妇人进卖场时 不良体温 不喷酒精 不扫QR码也不签名 完全不配合实联制 由于妇人不配合实联制 被警方寒送卫生局裁罚 另外云林一名男子开车到加油站 没戴口罩也不扫QR码就想加油 还有这名男子进超商不戴口罩 也不理会店员劝导 结果被店内另外一名女客人霸气 请出店外 卫生单位一再呼吁出门戴口罩 购物实联制 但还是有人不遵守 万一酿成防疫破口 后果又得由全民来承担 华世新闻 黄主营林品信 吴建宏 台中云林报道